习近平现在是面临到各方的压力 因为经济情况不好 你安全情况不好 你军方情况不稳 你的外交系统内部也开始清洗 你说没有一个稳定的 为什么那么多事情不稳定 这是美国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中国已经被设定成一个 全世界的troublemaker 你先特别提醒我说 拜登最近讲了一个话 要高度的关注 因为没有想到拜登跟习近平 有一个私下的对话 而这个私下的对话 拜登根本就是争锋相对 而且拜登对习近平来讲 是要强力的压制 他甚至想说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的国家 你不要想跟我分享太平洋 没错 习近平曾经跟美方说过 太平洋这么大 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 但是拜登当面跟习近平说 可以容纳两个国家 没有错 但是你必须要挺我的 而且是我在控制你 美国控制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来看拜登跟习近平 他们对话到底是什么 拜登首先跟习近平说 我们在太平洋的边界 比你们中国更长 所以我们是太平洋国家 他说除非是我们为你提供 所需的稳定 否则你们根本无法移动 我向你保证 所以他这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没有什么杀招 但是你看习近平马上就说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为什么呢 你说这句话很凶 保洁难 他是我为你提供的稳定 否则你根本无法移动 中国的生命线就在这个地方 我必要的时候 他这是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让你无法移动 所以这个习近平只能说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好 那再来 他说你看看东南亚发生什么事 现在我把日本 印度还有澳洲 这个四方安全会谈 我把它组成起来 结果习近平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想包围我吗 对 然后他说 不是 我不是这个原因 他说我只是想确保 道路的游戏规则不会改变 猜猜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让一万B1轰炸机飞过去了 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因为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B1轰炸机是干什么 保险 核威胁嘛 他当众跟你威胁嘛 所以那这个对话里面我就说 拜登对习近平是 看似好像很温和 他是其实是 第一个没有我你动不了 第二个我的核威胁到这个地方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他是当面跟他这样讲 而且我的四方安全对话是干嘛 我是要确保 道路规则不会改变 你说这是拜登 面对面对习近平的呛响 对 那其实呢 你说为什么拜登突然之间会来这一招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嘛 他就终于敢跟你讲 我觉得美国都是先把这个战略铺拍好之后 由拜登对你下棋 然后就跟你通告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好你看日本的左士堡 现在可以挺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南韩现在有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潜水 顶到这个地方 菲律宾现在跟美国走得非常近 关岛啦 还有南泰澳洲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中国你怎么跨出太平洋 太平洋是我在保护 这个绝对不是我在跟你开玩笑 你可以看到他就已经准备好了 再来说前一阵子你看 美澳有2加2的这个会谈 这个反对改变台海的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你看 八月中的时候 三方拜登 隐其院还有岸田文雄 又要见面 所以现在等于是 中国被团团围的这个 根本无法喘过气的一个状况 另外就是 现在纽约时报 特别丢出了一个讯息 丢出了讯息就是说 原来美国有很多公共设施 这个公共设施 包括你的电力设施 你的通讯设施 竟然被中国植入了木马城市 被中国植入了间谍晶片 如果一旦他特别强调 台海开战的话 这些的电力跟通讯 他瞬间谈判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关岛 你说在这个时刻丢出来耐人寻味 当然是 报警 我觉得美国早就知道 你中国在玩什么把戏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丢出来 因为显然他要让这个双方的 这个紧张态势再升高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 这是纽约时报说的 他就说 我们在很多美国的这个重要设施 水电 网路 很多安全设施里面 发展到中国的这个木马城市 它或是所谓恶意软体 它会变成所谓的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 一旦这个中日 中美出现冲突的时候 他就可以瘫痪 美国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 那这个报道里面 他说什么 这其实在白宫开了一个会议 在这个战情室里面的会议里面来说的话 有高级的军事将领 还有情报官员 还有国家安全的这个官员 他们讨论了这件事情 那讨论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当然拜登也就知道嘛 所以他就说 我们会把他完全的这个追踪 还有根除所谓相关的恶意软体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他就说因为 他现在要为什么 台海万一这个起冲突的时候 我要做最好所有的这个 我看全面的军事设备 我都准备好了 我当然也不能够 让我的后方出问题 所以他现在是一步一步 都传好好在等你 你说他现在也在清理内部 任何中国你放的恶意程式 我都已经清理干净 因为美国官员讲 这些恶意的软体 就像地质炸弹 它可以让中国在适当的时机 切断美国军事设施的 电力水利跟通讯 我让你的补给发生困难 就你放了什么东西 美国说我都知道了 尤其是美国非常重视是官岛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月的时候 官岛才被駭客攻击 那官岛有美国的海军陆弹队 滨海作战团 B-52轰炸机 还有洛杉矶级的潜水艇 在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其实是 不只是我在军事的部署 跟各国合纵连衡之外 我在我内部 我要完成一个非常完整的 这个阻决你的一个相关的系统 而且我们看到 最近中国的火箭军 不断的被整肃 他们现在的火箭军的司令 副司令还有政委 全部都下台 还有一个副司令神秘的死亡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去年他们公布了 所有火箭军的位置 结果美国现在更狠 你不但是公布火箭军的位置 你连他的序列都把它公布出来 而且中国对付美国 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把力道 就是所谓的火箭军 可是美国他也知道是这样 所以你看双方现在争夺的重点 反而就是中国的火箭军 你看美国为什么 不断的对付出 所谓中国的火箭军的相关资料 因为他觉得这就是 中国对美国最大威胁 你看从2020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发布 相关的卫星照片之后 美方或是西方世界 是一年丢出一张 每年都有 对你看2021年的时候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又丢出来说 他们在这个新疆哈密 有所一百一十座的核发射警 这是哈密的 这是御门的 很多地方都有了 对没错好 2022年来说 就是美国空军的 这个空军大学里面 就出了一个详细的报告 你看中国八一 对不对 然后他的这个相关的导弹 还有坐标 基地坐标 人员位置 后勤指挥系统全部被公开 所以当时就是 为什么这一次的火箭军 会这么大清洗 就是人家说 跟这个报告有关系 可是你以为这个报告就结束 没有 他又公布了 他又公布了一个 詹姆斯马丁不扩散 这个研究中心 公布了一个 包括说像 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战斗序列里面来说 他又公布新的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更是洋洋洒洒 保持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资料是什么 他这个资料又最新 又把它更新了 这资料更新是什么 中国你看这是2010年 当时中国的这个各个旅 他现在更新是这个样子 这是新的 他说中国一共在火箭军 有六个旅 所以你看他有六种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旅 六个旅 那六个旅来说的话 下面有非常多的相关的部队 好像部队里面来说 他就说什么 你看还有作战 有什么型号的核武器 还有发射的数量 我都知道非常清楚 他说到2028年 中国有超过一千个 这个所谓的导弹的这个发射器 其中507个有核能力 他连这都算得非常清楚 然后342到423 432是常规发射器 至少252个是 核长两用的这个发射器 所以你看 他把它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 上次公布的资料是 你在哪个地方 你有火箭军 你的火箭军的指挥官 叫什么名字 你的火箭军旁边 有哪些后勤的设施 你旁边有哪些的部队 作为一个位序部队 现在更不一样了 现在丢的就是更仔细的 你每个火箭军 你有哪些核子在头 比如说你有东风17 你有东风的设核系列 你是什么样的火箭 而且火箭的数量 甚至你有多少的发射器 它全部公布出来 我们仔细看 其实你看 这个Base 1 第一个基地 它有几个城市在这个地方 它后面你看导弹系列系统 它都其实写得非常清楚 东风21 东风17 东风11 你这里面有什么 宝杰 这也未免太详细了吧 这里面来说 你看 它每一个都 除了有基地的名字之外 它还有后面配置什么 那它还整理一个说 东风41 是目前中国设成最原的 对 那它大概在什么位置 你看 都把它标出来 还有东风17 东风17是超音速的 那超音速目前为止在什么地方 它说 在韩国 还有这个台湾的边界 这个地方部署 所以你看 它等于是把火箭军 都给你说真的 它等于是就把你 完全拨光 拖光让你让全世界去看 所以这个你看 这也是其中的一张照片 不是 还把这个 整个布置的图 写这么详细 对 没错 你看它里面有东风26 对不对 然后整个这个 它整个布局 譬如说 它这里面还有发射警的位置 或是整个导弹系统的位置 什么 指挥中心的位置 它都给你标得非常清楚 它连经纬度都有了 那它是东风26的 所以你就知道 它已经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干干净净的 完全揭露出来 那这也是为什么 包姐 为什么习近平要清洗 火箭军的最重要原因 就在这里吗 现在你以为 这个火箭军的清理 整数就结束吗 没有结束 我跟他讲 现在当然大家知道 火箭军的司令员 副司令员 还有一个参谋长 他们现在被这个调查 被调查 还有一个无国法 是这个 听说是中国官方说 是病死 好 但我们来讲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 没有 现在还有一个更新的 你看 这个更新的是什么 这个军委的装备发展部 征集2017年 10月以来的这个任何采购 招标任何违规的线索 包姐 也就是说 他要从现在倒查回6年 倒查 对 倒查6年的时候 倒查所谓的军 军备相关的 军备相关是会指到谁 包姐 就是现任的国防部长 李尚福 李尚福他也当时 也在做这个火箭军 那再往前查的话 火箭军的司令 是魏凤和 所以现在可能更新一波的 这个杀招 习近平要准备 而且习近平在7月26号 他去视察 这个成都军区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要什么 要阵风气 要树计 然后还要这个树摊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新一波的军队里面的 这个清洗 特别是针对火箭军 可能又要快速的展开 而且这里面最诡异的 就是吴火花 实在是讲 今天官方的 透彩消息是 他是病死 可是没有想到 民间传言 他在厕所里面 清深的 那他如果目前为止来说 知道的是 他7月4号就过世 可是不文来说的话 是7月25号才知道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 因为隐瞒他死亡相当久 而且他是 火箭军的副司令员 过世的时候 照理说你灵堂 应该是非常多 党或是重要人士 都应该来调练 就没有 他就只有这样 就是为什么 还有这张照片 PO出来 这是一位这个张震 这个张晓阳 张晓阳是谁呢 他是前中国的 这个上将的张震的儿子 他去探望的时候 他探望的时候 他就说 没想到他的家里面 居然没有半个人来调练 然后他前面 照理说要花蓝什么 都没有 只有几个而已 他说真的是相当相当冷清 他居然用门停冷落车马 对 好那当然官方说法是说 他是病死的 但是现在很多民间的说法是什么 他在三楼 他们家的这个浴室里面 上吊轻声 所以他告诉你说 这个火箭军 目前为止来说 几乎全员都被卷入了 所谓这个特殊的 这个贪污事件 或是泄密事件 现在辛尼鲁的整数 在八一之后 就要展开了 好 提问 这个事件太诡异了吧 第一个是 拜登跟习近平的这个对话 真的充满了针锋相对吗 真的充满了强势吗 真的拜登在这个对话里面 要把习近平拗拢对吗 特别强调 今天他说 美国是太平洋国家 因为我们在太平洋的边界 比你更长 他说除非 我们帮你提供所需要的稳定 否则你们根本无法移动 他说这个时刻 习近平只能说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然后他提到了四方联盟 习近平也质疑说 你干嘛 你上来包围我吗 他说没有 我只要确保这个道路规则 不会改变 然后纽约时报就公布了 你今天在我这边放了很多的恶意城市 你在那边放了很多的定时炸弹 然后呢 今天又把火箭军最新的资料 给公布出来了 其实美国在做一件事情 就告诉你说 你在我的眼皮底下 其实你就逃不过了 你什么事情都是 讯息都是揭露的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本来有那个野心嘛 现在告诉你说 你这个野心没有用 习近平真的有野心 对 他是有野心的 但是问题是你实力不够嘛 你如果实力够的话 你早就能够掩蔽 所有美国的任何的侦测嘛 结果没想到 你自己内部火箭军也好 其他军种也好 一个一个叛变 你知道2017年这个时间点 是什么时间 就习近平第二任任期的开始 你知道倒推查到2017年的10月 10月那个就是19大的时候 那19大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有很多干部来讲的话 其实有对 就是说军中的干部来讲 有很多还是对习近平不满 所以后来才会有包含这些军中的将领 有些被整肃掉 包含连现在连魏凤和下来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倒查到2017年那时候嘛 所以现在的习近平 他其实还蛮紧张的 等一下 习近平已经清洗过这么长的时间 他已经执政了十年之久 整个军头来来续续换了这么多人 他还不放心吗 还不放心 因为当然就是独裁政体 就是这个样子 他永远是不放心自己身边的人 会不会有叛变 果然果不其然 美国收买的力量其实真的太大了 你看火箭军我们去年才说 10月22号那一个空军学院公布的东西 结果现在智库又公布了一个 新的最新火箭军的update的一个版本 他是把他的攻击序列全部公布出来 真的来讲的话 火箭军我们讲说 以前的火箭军美国是不怕的 二炮部队美国是不怕的 为什么 因为你二炮部队用的都是我美国的GPS系统 现在你好不容易搞了一个所谓的 北总卫星系统之后 结果你现在内部的这些判将 就是说很多火箭军的司令员 副司令员甚至政委等等之类的 这些来讲的话 都一个一个跟美国私通 所以你说真的 他们怎么打仗 谁办法打仗 然后你今天 你今天就算是因为这样子 你改变所有的部署编制等等之类的 我告诉你 在半年之后 美国会再公布一个新的 就告诉你说随时我都可以帮你update 所以之前只公布了你火箭军的位置 火箭军旁边有哪些的部队 火箭军刚刚讲的 你在你的位置部队有哪些 还有你的指挥官的名字 这一次 你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基地 你有哪些的这个发射警 你有哪些发射警 这个发射警是发射东风21 东风1517 你这个发射警是什么发射 甚至你最厉害的东风41 你放在哪些地方 你最高超高硬硬硬硬的东风17 放在哪里 他告诉你你怎么摆 我都知道 所以我们上看这套上一次报告 是在10月的时候 去年10月的时候 现在这份报告是在今年7月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将近9个月时间 美国还是给他最新的资料啊 那你说中间你讲4月6月 他都在整数这些火箭军的司令员 那请问到底是谁卸给美国的 东西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往美国送啊 所以美国为什么告诉你说一切二切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纽约时报的概念 什么关键基础设施 美国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在我这里所有的部件 全部都没有起底掉了 我今天告诉你说 你今天打仗也没有用了 美国他现在正在告诉你 警告中国说 你没有能力来搞我 你现在来讲的话 唯一的路途就是有听我的 现在太平洋那么大 G2没有错 问题是我还是老大 所以你习近平只能讲 Yes Yes 只能告诉拜登说 我今天还是听人 为什么呢这样讲呢 其实习近平心里有数 董事长 美国去年 他的空军学院 公布了火箭军所有的坐标 你所有的位置 包括你指挥官的名字 副指挥官的名字 就这次更狠了 经过了半年之后 而且是现在中国 正在整肃火箭军 你整肃火箭军以后 我还是告诉你 你所有的资料我都有 你的每一个军区 每一个军团 你放的位置 每个军团里面 你有哪些飞弹 每个军团里面 你有哪些火箭发射口 他全部都知道 所以他做这个动作里面 一定有他的目的 他目的之后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中国的军方开始 习近平开始 激起火箭军 那这个 这两个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火箭军确实被渗透 而且是很没面子 在美国是跟全世界 想说 你所有的东西我都有 都在我眼皮底下 你一天让你吹牛逼 你要打这个打那个 根本他不怕你 完全掌握嘛 对不对 而且他公布的那个细节 已经公布到每一个火箭军的作战的发射连队身上 对 连队都有 到连的这个部分来讲 因为他的雷达 他的所有的射控是以连为基础的 所以他公布到你的连这个时候 你作战连的时候 就等于完全掌握 我有这个第二级的攻击能力了嘛 所以那这个是这两个是联动的 所以火箭军被清洗 火箭军被清洗就是被渗透嘛 这个是其实我有很多谣言传出来 习近平到底对军中的掌握能力有多少 这看起来讲的话 他军中能力并不是像外界所认为的 那么绝对的东西 那不是那么绝对嘛 他都干了这么久的军委会主席了 都过掌权掌十年了 清洗这么多遍还不行吗 相对的一个问题嘛 就是你掌权掌十年过程当中 你前几年是不是跟 在做一些所谓的江派和江湖系统的整理工作嘛 所以他掌握军手 他做的最大动作是什么 他把整个军队的编制整个改掉了嘛 他把他的这个三百万的军队 现在改成两百万部队 两百万部队改成军区制 这些都在做调整 然后提拔了非常多的年轻的将领上来 就是在想要把这个换掉嘛 他越换越麻烦 但目前看起来讲的话 掌控力确实有问题嘛 现在不用谈嘛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 习近平现在是面临到各方的压力 因为经济情况不好 你安全情况不好 你军方情况不稳 你的外交系统内部也开始清洗 然后 你说没有一个稳定的 为什么那么多事情不稳定 为什么那么多稳定 一个是美国 因为美国为什么这时候要打击他 美国这么说要表达出对中国的不友善 起码是不友善嘛 不友善理由 第一个美国在初选 美国的总统初选 他的选举初选一开始 他需要一个对他不友善的 敌人 他美中关系紧张 对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总统的提名 或是美国的内部的初选是有帮助的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已经被设定成一个全世界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影响世界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像有比新冠肺炎还要严重的就是俄乌战争 那俄乌战争背后的始作用者 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习近平嘛 对不对 交往无上限嘛 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知道 所以这两个因素 美国内部因素 再加上世界的安全因素 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办法 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 这是他什么东西 他就是他的威责力嘛 让你很痛苦 让你买死买回去 然后一直给你搞在 所以目前中美关系会持续紧张 但是这个紧张后面我们要观察一个观察点 你今天纽约时报敢丢这个东西出来 请问你 上次也丢过一次你记不记得 结果怎么样 他把三个还是五个 中国的解放军的网军判刑 对 这是他要不要判 你这是要不要动作 所以他不可能说 我跟你放个消息 我在四年前被你网军侵入了 然后过两天没事 怎么可能 还有二手下手 这司法系统一定要动手 是谁干的 因为参议员 我是参议员 我一定问你 这怎么回事 你要过到参议员报告 把机密会议的报告 后续你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制裁中国 你怎么可能说 我告诉你 我给扒一下 要不然事情 不可能嘛 所以后面会有更坏的事情发生 我给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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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给扒一下